美国劳工部表示 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在扣掉季节性因素之后 累计有85万7千人申请失业救济 人数比起前一周大约增加2万人 且分析中还发现 从9月份开始 持续两周出现的失业人数上升 代表着整个美国就业市场 在经历夏季的强劲复苏之后 随着时间进入秋季似乎开始退温 因此让企业真材需求也连带逐渐减弱 值得一提的是 全美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 以加州增幅最大 累计超过1万7千人 且随着几周前的疫情快速回升 更多企业宣布裁员 以及小企业的政府援助即将耗尽 这些情况都让经济学家警告 9月份可能还会有更多产业 面临到边缘化危机 且最坏的情况就是 旗下员工被迫退出劳力市场 至于一般民众最期待的 联邦何时会再发放新一波纾金 最新预估反而是发放可能性大幅下降 主要原因是来自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最新报告 美国政府的总负债可能在2020年底 追上美国经济规模 并且在2021年超越实际 东西人团队在洛杉矶的总和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